嗨,宝宝们,这是一期内衣穿搭 这几件呢,就是我前几天新买的内衣 然后有无间带的,还有比较情绪一点的 还有一个日常穿的,一个普通内衣 等会呢,我都会把它穿上身,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如果有你喜欢的款,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现在身上穿的这件呢,其实跟这个是很像 因为这件它是旧的,我以前早就买了 红色呢,买这一件的话呢,是因为我没有红色的内衣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红色 仔细一看,好像真的是差不多 但我不是在同一家店买的哦 比起这个绿色,我还是不太喜欢这个红色 因为我觉得它看起来有一种旧旧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现在我就把它换上,试一下它的这个舒适度 身上这件呢,是我穿的比较多的 好,现在把这个红色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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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这个红色的穿起来,确实是差不多 因为我挺喜欢这种蕾丝的内衣 我觉得蕾丝的穿起来比较性感 穿内衣的话呢,都是需要这么去 多一下 就是它就不会压着我们的胸 不舒服 因为直接套上去不这么弄一下的话呢 它可能会跑到这里来这里来 就会被这个内衣压着不舒服 这个内衣总体来说呢 它是比较巨浓 只能说尺码非常适合我 尺码是非常适合我 像扬着扬身定住的一样 总的来说它是有两层的 你看外面的这一层 它是一个蕾丝的 它里面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料 但是我觉得很舒服 嗯 相声效果还不错哦 后背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三排扣 我一般都是扣最紧的位置 因为下胸围比较小 比较瘦一点 你们觉得这件怎么样呢?喜欢吗?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件 这件我是看模特图穿起来非常的性感 所以我也买了一件 它外面是一个绑带的设计 然后它有一个蕾丝的网 里面是一个肉色的 看起来就好像没有穿一样 看起来就像直接套了一个绑带和这个丝网 OK 现在把这件穿上 这件内衣的话呢 我觉得它 对我来说有一丢丢 一点一点的大 它跟我的内裤是一套的 今天的话呢 是只测评内衣 内裤的话下次也会给大家测评哦 这件就 巨龙效果没有这么好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心形 我觉得这件内衣比较适合大兄妹子 款式确实是比较性感的 但是感觉这条带子呢 会有一点点割仁 有一点点的渣 毕竟它是这么多的一个绑带 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变形的感觉 总体来说还行 如果打分的话 我可能会给它打个七分 我尝试一下 如果是跳的话还是蛮防抖的 也是挺防抖 感觉它是一个三分之二杯 感觉它是一个三分之二杯 胸的糊涂 哎呀 现在才发现他还有一个标签 用去拆了 但是内衣我已经洗过了 刚买回来的衣服我肯定是要洗一遍 这也是一段三台扣的 塑排的话我觉得会太紧了一点 好了接下来呢我会换上最后一件 它是一个无金带的那一 摸起来 相对于 前面这两件我也觉得 会舒服很多但是好像有一点点湿 没有干 因为今天下了一点雨 可能把它淋湿了 但是我只是 试穿一下 然后继续拿去晒了 OK现在把它换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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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后面扣得太紧了 稍微有一点点内 这件是肤色的 看起来像没穿一样 这件内衣挺巨龙的 很适合穿那种抹胸或者肉肩的上衣 就是这个确实抖的话它不会掉 而且我觉得这件是相比前两件的话 穿起来更舒服一点 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软的材质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还蛮巨龙的 可以让我穿一些衣服 看起来更性感一点 它这里上下的话呢 它里面是有一个防滑胶 所以它不会掉下来 我之前买了很多类似的内衣 但是我觉得这件是我买的比较适合我 比较舒服的一件 这件内衣的话我可能会给它一个九分 你们喜欢哪件呢 可以告诉我哦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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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